4. 正門全關是正門 它正好位於當中,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不在上也不在下。 當靈性投入身體後,此門關閉了。 假如我們不欲明施止開懸觀,靈終時我們的靈性將無正門可處理身體。 它只能由其他床門出去,眼而口必不提醒門。 如果靈性走行門,亦由耳而呼者,來稱三位胎生之動物如馬、豬、牛、羊之類。 2. 由眼而呼者,來稱三位卵生之動物如飛鳥之類。 3. 由口而呼者,來稱三位師生之動物如魚蝦之類。 4. 由一而呼者,來稱三位化生之動物如蒼蠅密封之類。 5. 由祖祺而呼者,來稱三位平庸之人。 6. 由由頂門而呼者,來稱三位不貴之人。 6. 上處之路難生此輪迴之路。 6. 不能多出生此之苦。 7. 天傳師點開懸觀正門。 7. 這是通天之路。 7. 我們不必再走四門。 8. 不必再退路輪迴受苦。 8. 但是我們必須要真修。 8. 否則,全觀雖開。 8. 我們的靈性仍不能返天。 8. 因我們才是充滿罪惡。 8. 靈性為罪惡所是不能自由從正門而出的。 etcetera。 。 in the bible matthew 14 11 john said to you